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爱尔兰的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做到了 那么这位科学家是谁呢 我们走进今天的唐人街系列报道 视线聚焦爱尔兰 正常动得是变黑 口感也不行 我们这就是你看多漂亮 说话的这位先生名叫孙大文 是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食品与生物系统工程的终身教授 孙大文介绍说冷冻了一年的荔枝 之所以还可以保持采摘时的口感 是使用了他们研发的超高压新型冷冻技术 我们通过加压力加到大概200个兆帕到300个兆帕左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能够让这个荔枝里头在细胞里面 跟细胞外面同时形成很细微 精英分布的边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它只够就不会受到破坏 画面当中是很多人常用的通过泡水的方式解冻了肉 由于解冻不均匀 切起来肉比较碎 孙大文带领团队还攻克了一个世界性技术难题 研发微波炉的负一摄氏度解冻功能 不仅解冻时间大大缩短 而且能够保证肉最初的品质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得到了市场应用 凭借着多年来取得的诸多研究成果 孙大文先后获得过爱尔兰皇家科学院 欧洲科学院波兰科学院等 六个科学院授予的院士头衔 孙大文祖籍广东 曾经在华南理工大学 攻读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专业 30年前他选择了到欧洲深造 先后辗转德国英国多所大学任职和学习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在国外又生存 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 签证是按照你工作许可里面 多长时间给你的签证 然后你这个合同一结束 你这个签证就没有了 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换了很多不同的专业 每一次跨界孙大文都需要学习新知识 有的甚至是丛林学起 在他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之下 1995年孙大文受聘于爱尔兰国立多巴林大学 并且成为了讲师 不过刚开始的两年 他写过很多申请书 申请科研经费 但却没有一次成功 刚开始爱尔兰建一个大文上这样的一个中国名字 所有在看这个申报书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的 因为对中国人不了解 对我不了解 当时就不管你写得多好 就是没中 没有科研经费 研究如何才能做下去呢 当时孙大文非常着急 他找到了当地一位科研人员帮忙 孙大文以合作者的身份 与这一位科研人员一起再次申报 项目才最终被批准 这件事让孙大文深刻感受到 由于当时中国农业工程领域系数相对落后 在这方面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机会非常少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被称为是农业工程界的奥林匹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为此1998年孙大文开始参加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的工作 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从一个工作组的秘书 做到了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主席 凭借着这个平台 孙大文将一系列高端学术会议引入中国 近几年孙大文经常会回到中国进行研究和教学 他在华南理工大学创办了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 不仅为中国的食品工程研究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研究型人才 我也一直在跟年轻人在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科研这些东西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科研就是有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实验 而且更关键的就是必须耐得住 寂寞能够有这个任性 能够做下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华人世界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